华联市公所针对学龄前儿童的需求 争取华东基金经费补助 在近丰生活园区增建儿童游戏区 日前线上搜集民众的意见 市长魏家贤13号特地前往现场 关系未来的规划 他说县民线上提供的意见 会诊之后将作为设计参考 希望让亲子公园新建的游戏区 可以成为孩子们的游戏基地 为勾勒府和共融条件的亲子公园 华联市公所会诊民众意见 并且争取到华东基金的经费补助 要在近丰生活园区建设儿童游戏区 设计规划在日前出炉 市公所也上网公告 让民众来观看并收集民众意见 8月13号上午 市长魏家贤特别前往近丰生活园区 来听取设计公司简报 并且针对民众意见 要求做最妥善的改进和安排 我们这边也争取到 1000万的华东基金的部分 那公所自筹200多万 那对于我们未来要做的部分 就是希望能够把公园串出的计划 来把它打造起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花园有很多的公园 那大部分都是户外的 那也大部分都是比较高年龄层的 大的 不是高年龄层 等于说是大的年龄的孩子的 所游玩的游据 但是我们这次要施做的部分 是在学庭前孩子 能够来游玩的一个公园 那我们可以看到 是属于室内的 那我们也使用了猫头鹰的造型 或是动物的造型 然后用一个公园城堡的概念 这样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喜欢上 游玩游据 还有一个亲子能够玩乐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期盼 未来有花园有更多的一个公园来产生 而且有特色的公园 那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能够打造出花东 能够让孩子来旅游 游玩非常棒的一个印象 进风儿童游戏区设计是以猫头鹰造型为主题 周边安排了不同难易程度的安全邮具 还有亲子厕所和家长休息区 以及夜间照明 办户外室的游戏区 在雨天也可以让家长和幼童 有玩耍休闲的地方 这项工程预计9月底10月初可以进行 顺利的话明年初就可以完成 这旅会幻视报导